大新土木 我现在从这个安坑交流到下来 刚刚到那个环河路那边 然后下来这边一片整个都在盖房子 现在整个新店 等于说是非常的在开发当中 为什么我来这里呢 因为有一个车主 车友他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一台车 是哪一台 这台 Last Gen S5 EcoHyper 这台Last Gen EcoHyper 就是我已经介绍过两三台了 但是每一个人他有他的买车故事 然后他对于这个车的定位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 又有一个车主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一台EcoHyper S5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头灯 非常漂亮非常有精神 这个战斧型的 下面有一个雾灯 前面有雷达 那我们再看一下他的车头 侧边也是非常流线的一个设计 中间有一条腰线 有一条腰线 然后他的这属于比较斜背的设计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有一点像Coupe的车型 Coupe的车型 铝框的部分是16寸的 这个是比较出街一点的版本 所以后行李箱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25的后行李箱也非常的好 哇 你看车主他就是有登山的需求 都有登山帐 你看看起来 他的整体的宽度 深度 深度还可以 然后高度都非常好 所以他的后箱表现得非常的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后座空间的感觉是怎么样 看一下后座 因为他这个属于比较斜背 我们看一下这个后座空间 适不适合我们这样子来乘坐 诶 诶 其实他这么斜 他这个斜背这么斜 但是他的压迫感还好诶 这个有四个指头 然后S5最好的地方 就是他的空间上表现得非常好 你看他这个已经到了 这个这个B柱这么后面 他居然还有一个拳头的宽度 然后中间有一个鼓起的面积 但是还好没有很多 没有冷气出风口 然后我们坐一下中间 诶 非常的 就是中间这个位置也很还还可以 就是不会去顶到头 以我的身高181公分 都觉得还好 那我们来坐一下这边这个位置 我为什么坐这里 因为我要看他的宽度 宽度非常的好 你看 这只是一台中型的房车 真的是表现得还不错 那 那自己的椅子真的是蛮舒服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整整体的配置 也算是比较科技化 内装算是比较好看的一点 我们去看前面 前座 走 再看一下他的整体的外观 哇 这个霸气的车头 好 我们来看一下前座 开一下门 它这个皮直的皮直的软直的 然后这有木纹的饰板 好软的 诶还不错 来 来 然后他的整体的配置是这个样子 看一下 好 进来 空间表现非常的好 这个椅子已经调到非常后面了 所以 刚刚的整个后座 还可以坐得非常的舒适 然后前座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内装配置 来 这个木纹做得非常的有质感 然后 中央有一个单区的恒温空调 然后这个萤幕也是纳志杰最 最引人注意的一个工人 那他这一个 启动看看 这个仪表板 哇 非常的 数位化的 看一下他整体的配置 方向 非常的 有趣 那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实际上路的感觉是怎么样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先上路再说了 Let's go 这是我执行90天重启人生计划的结果 如果有兴趣的人欢迎参考联络资讯 我们准备出发了 哇今天这个纳志杰的S5 第一次在白天开S5 之前都晚上开的 好 电子手刹喔 然后我们就直接出发 我刚这样子一开开下去 我觉得真的是 如果 因为买车这种东西是相对的 车子本身它就相对 你说操控 操控好跟坏也是相对的 我觉得如果以同价位来讲的话 它的马力确实你看随心所欲 对 你踩下去它就跑 是 所以同价位我相信它的 这个马力的表现算是很不错 然后操控的部分也是 因为大概知道这个价位就是那些车子嘛 那大概 你可以尬一下没关系 反正这个路都很空旁 你可以冲一下没关系 刚刚已经冲了 可以再冲锋一点 我们还是安全驾驶啦 那就是刚刚开这个车子 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比较 就是底盘给你的回馈是比较直接一点的 对 比较另外几台车我们就不要讲那起来 路面感很清晰 路面感比较清晰 然后在马力 车子本身的马力 我觉得是还挺不错的 一踩你看这样子 我一踩它就冲了 红灯 这个在市区我们还是安全驾驶 这我第一时间感受到的这个车子是这样 但是我这个才开个几个小时的时间 怎么可能能够代表这台车的感受 我们一定来请问一下这个 愿意分享这台车的车主小度 我们等一下问它几个 这个买车的过程 还有这个车子的优缺点 我们今天太开心了 我们有一位车主小度 他愿意跟我们分享他这一台 纳智杰的Eco Hyper Turbo版的 然后主要是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好像目前只开过两台车 对不对 就是上一台跟这一台 那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纳智杰的S5 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想了解的地方 那我们先就是跟这个车主小度聊一下 他买车的整个过程 那小度 是 你这个车子总共现在买了多久 这一台买了现在四年左右 四年啊 是 那总共开了我这个里程我看得很清楚 79,173 将近8万公里 等于一年开2万公里 不是车库车感觉是有在开的 是 那你在开这个车之前呢 是什么车子 我大概20年前我是开All New Sentra Sentra 是 因为去大陆工作 后来就没有再换新车了 一直到最近回来 才换了这一台纳智杰 所以你在之前也是开房车 是 那你开那一台车的时候 要换这一台车 等于说你从大陆回来 你要选一台你的代步车的时候 你当时的考量点是什么 有什么考量买车的重点 呃 重点 基本上 其实我只在一个代步车啦 也不需要买到多贵的 然后 那就是 我是当初 考量是觉得 我蛮欣赏NAS姐的 它的马力 还有它的一些配备这样 所以你当时买车的时候 考量点就是它的马力跟配备 是 安全性呢 安全性也包括在内 还有它的空间 我都觉得很OK 所以那时候在买这个车子 在选车的时候 你有什么口袋名单吗 呃 那时候有考虑就是那个神A嘛 神A啊 Artist 对 然后还有 还有Sentra也是 因为你上一台开Sentra 所以这一台 也是继续是 Sentra也是口袋名单之一 是 那这样子听起来 你上一台是Sentra 你这一台应该买Sentra的几率也蛮高的 为什么最后没有选择Sentra呢 就是因为觉得开过Sentra 想要换另外一个 换换口味啊 是是是 那Artist 你虽然在大陆 但是你应该知道 神A在台湾真的很神吧 怎么会最后没有选择神A呢 我觉得坦白说啦 安全性吧 安全性啊 是 因为它的板金是大家都知道的 好 那知道就好 不要讲太多 我们今天的专注点是S5 因为我年纪也不小了啦 要考虑到安全性的问题 还有家人承受的安全 我都叫你小肚了 你年纪怎么可能会多大 小年假喔 没有 好 那所以最后是在安全 还有配备 还有空间 就是这样子的整个 还有马力 是 Artist的马力应该没有这么大 我们就是在这几个条件的 这个挑选之下 最后选择了这一台Naziz捷S5 哇那小杜 听你讲完这个 你买车的这个 好像也是 经过一些的这个功课 有做一些功课 那你在 在买这个车 到现在已经四年了 你整个的感受应该是挺多的 那你有没有什么 觉得这台车有什么优点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先问 你刚讲那几个 比如说马力 有满足你吗 马力很强挺 这一点是让我最欣赏的地方 那操控呢 操控也没话说 那你刚讲那几个都 开了这几年 我常去爬山跑山路 那山路的操控性真的 跟它的稳定性非常棒 真的你后面就放了几根登山上 感觉就是很常去爬山的 所以在山路上面的操控 你觉得很稳定 是 你有开过别人的车吗 我有开过我朋友的车 那像奥提斯我也开过 基本上 我说实在 那个是 它是市区车就好了 你就说在市区可以开的车就好 我不想飞起来 对对对对 是这个样子 那马力的部分就是爬坡这个就很重要 也是符合你的需求 它的力道 你在山路的感觉 或高速公路的操控感觉 你感觉它的力道源源不断 就是真的不会 不会 不怎么会延迟 对对对对 而且我跟大家讲 这个这种涡轮车 它的特性就是低转速的时候 它扭力马力就出来了 所以算是非常好开 你不用一直打脚油门 一直踩一直踩 这很难 很难操控 但是这种涡轮车 就是在低转速的时候 它的扭力马力就出来了 所以算是 这两点算是符合你的预期 然后也算是一个优点 那还有其他优点吗 再来就是我提到它的安全性 安全性怎么说 安全性怎么看 我之前买车的时候 有看它的介绍 它也是有送到欧洲去做碰撞测试 这一台有做碰撞测试 是 好像也是表现得还不错 表现还不错 那确实是什么成绩 我不是记得很清楚 敢送去就已经很有勇气了 然后还有它的空间 空间也不错 空间就是这空间没话讲 因为我做过很多台纳智杰的车 那个好像纳智杰设计的标准 有会把空间放在很前面 那priority都放在很前面 所以在刚刚讲的几个优点 就是它的操控马力 还有它的安全性 还有在它的这个空间上 你觉得这是这一台S5最大的优点 可以这么说 那个这个刚刚听你讲这么多优点 如果以这个价位能够买到这些 有这些内容的车子 真的是CP值蛮高的 可是这个东西毕竟 每个人使用情境不一样 它见仁见智 那还是会有一些 这人做的东西 还是会有一些缺点 你觉得这车子最大的一些缺点 你想跟大家分享的有哪些 缺点啊 我觉得还是就像网路上有一些批评 它确实它有些零件用很差劲 妥善率不好 怎么说的 这个可算 可以这么说啦 大方向来讲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觉得零件不是很好 因为我这台车在2万多的时候就换涡轮 等一下 你四年开8万等一年开2万 也就是说你大概一年左右你就换坏涡轮 是 一年坏涡轮这是什么概念 蛮夸张的事 就是你刚买来还在爽的过程就坏了 哈哈哈 还没爽完 还没爽完就要进场大修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当时就是开一开嘛 渦轮声音越来越大嘛 油耗越来越大 然后车子也没力嘛 我就进原厂嘛 然后进原厂他们看了就说 渦轮有问题要换掉嘛 他只是跟你讲有问题 然后就换新了 对 他们反正还在保固期间以内 他都必须要给我换新 那我当时是没有错 你还在保固期间你免费给我换新 但是听了就很不爽 听了就怕怕他什么时候又来 你一台新车有没有搞错 就发生这种状况 我当时还臭骂了车厂的接待员 我说你们太夸张了 我们当初想要支持国产车 也是出于这个动机 结果你们坐着这个样子 后来他有跟我讲 他说他们的涡轮 本来一开始是用韩国的 所以你那一批车是用韩国的涡轮 那后来改成 他后来换成他说是日本三菱 三菱的 所以第二年有再坏一次吗 没有 第三年也没有 开到现在 你看 所以他应该后来慢慢累积经验 我一听到我就 我真的认住了 你怎么会去买韩国的涡轮 韩国从来就不是做涡轮出名的 你要买跟日本车厂买 或欧洲车厂买 韩国只能买手机就对了 那还有其他的东西吗 这也算很重大了 还有一个就是在四万多将近五万公里的时候 那个三脚架也坏了 三脚架坏了 是不是因为你都跑山路的关系啊 可是才四万多公里 四万等于两年左右的时间 对啊 那时候是怎么发现的 开始有声音 就是哐哐哐哐哐的声音就爬出来 前轮好像是右边吧 哐哐哐哐的声音 好吧 那还有其他的吗 其他就没有了 其他就都没有 连灯泡都没有坏过 没有 你的经验还挺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其他的都是坏小东西 你是坏大东西 OK 所以我就觉得很纳闷 他们怎么会这种 这种品质管制 对对对对 那就是 这是你的真实的体验 那你觉得除了妥善率以外 还有其他的 你觉得真的没办法忍受的缺点吗 其他都没有 嗯 也没坏什么东西 服务态度 也都很好 这方面都OK 其他人已经从来没换过 你没换过 但是光是换这两样 你就已经 对我就已经很逗通 真的 再也没有再出这些问题了 那我现在最后还是想要问一个比较直接的 这个问题就是说 小杜 假如再给你回到四年前 你刚从大陆回来 然后一样的条件 一样的预算 你还是会再投这一台S51票吗 嗯 如果是 他不要发生这些问题的话 当然会啦 就是他用的零件的问题 外购零件的问题 嗯 我们坦白讲 如果一年换一颗涡轮 你就不可能 那不可能 那不可能 但是如果说换了这个30的Turbo Charge 你觉得 诶 这样子的品质你可以接受 那还可以 那还可以 是 OK 那就是这个URX最近要上市 你知道纳智杰 大概估注一指了 全部把所有的心力跟希望都放在这一台车上面 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或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以一个纳智杰车主的心态 嗯 我觉得不单单是说URX 我觉得我今天之所以出来会想要就是说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他确实有些瑕疵 确实有一些问题 那纳智杰他本身 你看就是确实网路上很多车主的批评 反馈 对是没有错 但是他也是有他的优点 他也是有他的优点 我是今天出来 我是想讲一句空调话 就像我今天会把我碰到的问题 毛病我统统讲出来 但是我们持平而论 今天不是 不是说因为我是车主 就是因为我是车主 我觉得网路上 对于他的评论已经到了是那种 失心疯 看不下去的地步 就是 我连我不是车主我都看不下去了 更豪豪是车主 那个不是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那根本是一杆子打死一船人的 那种感觉已经到了夸张的地步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必须出来要讲一下 就是我刚刚包括我讲他的优点缺点 我都说出来 我仍然认为纳智杰这个品牌 他只要在他的用料 用料他的零件上面的话 他要多加注意 其实他的组装品质 他的底盘 他的设计 还有他的这个引擎来说 我们不要讲油耗 你今天要开turbo的车子 我说实在的油耗就不是摆在第一位了 就不是重点 对 他仍然有他可取之处 我觉得真的不需要这样 我觉得现在的网路真的是 这个酸民们其实已经真的到了 真的像你讲私心疯的地步 没有炸到那样子 我只是今天出来讲公道话 就像我不会一面的 就是认为他多好多好 我也把刚才我说的那个波轮 还有就是这个三脚架问题 我都坦白说出来 这是很夸张的事 我说真的 这个育龙内部 他自己你们要加强好你们的管理 你们采购了物料的来源 但是他仍然有他可取之处 我今天不要说光光URX或S5 所有的车款车型都一样 我仍然认为他是 仍然还有他们 仍然有他的长处 OK 我觉得像刚小杜呢 因为他毕竟也是在市面上 有见过市面的人 之前在大陆待了快20年了 他这整个不管是 看的视野也跟我们可能比较不一样 他看的东西比较多比较广 所以他的评段我觉得是比较中肯一点的 比较有参考的价值 当然不是说其他车主没有参考价值 我觉得很多事情 我们静下心来平心而论 好像也没这么不堪 你不是说你有朋友 然后完全没开过这个车 那他怎么样 反正就是拿网路上的一些评论来讲 我是不想给他吐槽 我说你连车都不会开 你就别再说了 他说他的朋友连车子 连车都不会开 连驾照可能都没有 他居然就直接感受到 分享就好 你不要去批评别人了 每个人又每个人使用情境了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感谢这个车主小杜 然后跟我们分享这台车 我们下次见 这是我执行90天重启人生计划的结果 如果有兴趣的人 欢迎参考联络资讯哦 本节目是由张首安医师团队 小星星奖制作 有任何减肥问题 欢迎参考联络资讯